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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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地產 秘密客 來到這個接待中心 好氣派喔 大家看一下這個接待中心大氣的尺度 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指標案才會有的規格 沒錯 我們來到了新美琪在三重的新案 新美琪The Top 剛講到新美琪啊 我有稍微算了一下 其實他們家的建案我們就開箱過三個 這麼多 這是第四個 對 因為我印象蠻深刻 之前就有粉絲思緒我們 他們有買他的案子 我發現我們的粉絲實力好像都還蠻熟悶的 都比我們厲害啊 好 那我們一起去參觀裡面的接待中心囉 走 很少在接待中心看到一次看到這麼多的模型耶 應該是平台館的概念 對 欸 這一個案子呢 就是我上次有跟你說的是 我有去採訪過的J12 那它其實就是在那個信義區的豪宅區 這個案子其實還蠻特別的 它就是只有12戶 然後都是百平的豪宅 那一戶的總價就是要2億以上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個造型就是非常的美 很流線型 對 那他們除了有大坪樹的百坪豪宅呢 其實他們也有做小坪樹的酒店式公寓 這個案子的印象也蠻深刻的 它是在東門站旁的PARK259 那它也是那一區少數就是蠻稀有的小坪樹案子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呢 它是找新美琪自己的物業公司來管理的 所以整個裡面就很像精品飯店 所以大家會發現啊 新美琪它不只有做大坪樹的產品 其實它也有做小坪樹的產品 他們家在建案的規劃的時候呢 就是會依據這個基地適合的樣子去做設計 就是跟一直copy的那種方式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對 其實我們之前有在我們的影片裡面提到 他們也是台灣少數跟美國AIT合作的建商 他們之前就幫美國AIT打造員工宿舍 聽說啊當時的施工過程 全程都必須要經過美國國務院下屬的OBO高規格的審核 所以在施工品質的部分也是蠻要求的 那剛好最近他們在這個三重的水案推出這一個 新美琪Le Top的新作品 這一個案子的主委呢也是我們認識滿久的老朋友 那我們等一下立刻來去找他 請他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一次建案的規劃是怎麼樣 嗨 總統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對 我們上次見面是在大安區嘛 對啊 非常久的時間 這次來到了三重 我上次來啊 我發現這邊開車到忠孝橋真的很近 不用三分鐘 所以他到台北市就等於是一橋之隔耶 對啊 這個案子的地點位置其實最大的優勢 大概就是社區距離中校橋上橋只要300公尺 那過了橋之後呢其實就直接 會到達台北車站的位置 那也就是未來所謂的西區門戶計畫的位置 那在西區門戶計畫未來呢其實 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台北雙子星以外呢 近期的E1 E2 公辦都更 以及未來中華遊鎮大樓 其實都是重點開發的一個項目 我只能說螢幕上這位帥氣的林董會選地 那我聽說這案子還滿多北市客跨區來買的 原因是什麼 對啊 其實相較整個三重的個案來講 其實這案子呢因為在品牌跟地點低環的便利性 其實讓很多北市的客戶願意移居到這個區域來 地點便利性 品牌加值性還有建築規劃的部分 它其實都有一個滿足我們這些移居客戶這些 這個要求跟水準 那尤其是我們滿多課程群是三師的課程群 三師是老師嗎 律師 會計師跟醫師的課程群 大概都這個等級 所以其實大家互相在這個社區裡面做一個介紹 那未來社區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社區 好 那現在在我身邊這一個呢 它就是這一次新美西樓Top的建築模型 那我們請周萌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一次的建築規劃是怎樣 好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案子這次的規劃 地上市規劃24樓 地下規劃4個樓層 那純住家的規劃總共是184戶 那零店面 而且我剛看模型的時候 我有發現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它的停車道的入口 是在社區的裡面不是在外面耶 對啊 這次其實在整個規劃上面 我們採取了一個二進式的一個門廳 那這個設計的手法在台北市豪宅的規劃上面常常見到 那另外呢 我們也做了地下二門廳的一個設計 OK 那我們這次在公設有規劃哪些項目 在公設項目的部分 除了這個社區的大廳以外 我們還有設計多功能的教育廳 健身房以及這個廚藝教室 OK 我記得我們在停車道的上面 是不是有做一個蠻特別的規劃 我們還有做一個社區 一個大草皮的一個設計 那這次在建築產品規劃上面 我們大概是做了22、27跟35品的這個規劃設計 OK 好 那我們就來去看一下樣品屋的格局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樣品屋 這一間呢是A6戶型27坪的兩房 我看到這個入門處呢 它有獨立的玄關 而且呢因為它是邊間 所以它有雙面的採光 兩間臥房和衛浴也都有開窗 算是一個蠻標準的兩方房型喔 總統這個是社區最大的房型嗎 對 這個是規劃幾坪幾坪 我們是規劃35坪 那我看一下這個客廳的尺度也算是蠻寬的喔 那我有發現這個高度特別的高耶 這樓高有幾米 對 我們這次規劃的樓高是3米5 有到3米5 對 那我們這一次的開窗面的那個品牌是哪一個 我們這一次特別挑選了這個YKK的氣密窗 那另外呢搭配6加6以及8加8的膠合肉依的這個玻璃 膠合肉依的玻璃 然後我剛剛有發現一點就是 你們的廚房每一個戶型是不是都是封閉式的 對 我們這個案子在規劃上比較特別就是 我們不論是22坪27坪還是35坪 在這個廚房的規劃上我們都是採取瓦斯魯封閉式的這個設計 那再搭配大家最喜歡的品牌 裡面的這個3C品牌 三重是不是都比較喜歡熱炒類的 對 其實也客戶在接收度上面也會比較高 對 好 那因為這一間你剛說是邊間嘛 又有雙面的採光 那個衛浴跟臥房都有開窗 當然啦 我們在衛浴跟臥室都是有對外的窗戶 那我很好奇像這樣子的一個三房的房型 都是哪一個族群來買的 對 是買給小孩嗎還是 其實剛剛有提到其實這個案子 因為新美琴的這個品牌 再加上地點地段的這個交通的便利性 所以呢 其實有些客戶啊 因為臥北市這個房價的這個擠壓效應 那再加上新北市二環三環 其實房價也是 滿高的 對 可是推升到一定程度 所以那當然他 究竟看到這個新美琴這個品牌 那再加上我們的規劃 22、27、35坪 那他當然就是趕緊入手 還有買給爸爸媽媽的耶 是不是 對啊 我們這個案子很特別 就是不論是我們常常聽到 就是長輩買給小孩 對 我都是聽到這個 我們這個案子剛剛提到 我們這些客戶買給爸爸媽媽 大家住一起的這個課程 所以是一次購買兩戶 然後大家住在社區裡面 可以究竟的照顧這樣 對 沒錯 看完這件案呢 我們幫大家總結幾個 我們看到重點 其實剛剛有跟宗王稍微聊到一下 就是北市客會買這個案子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 是他的房價落差性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建設公司的品牌 嗯 沒錯 其實以現在的大環境來看 對購物客來說 不管是地段 或者是建商品牌 其實都是兩個滿重要的因素 那像這個案子 他到忠孝橋真的就還滿近的 開車三分鐘內就可以上橋 那跟台北車站呢 就是一橋之河 所以跟北市的距離其實還滿近 然後呢 再加上三重這個地方 其實他的生活經驗 就是發展還滿成熟的 對 那其實講到建案 本身的一個特色 我自己覺得 其實他的那個 惡禁式的那個豪宅的尺度 然後跟他那個就是 城堡式的規劃 其實還滿特別 就滿有隱私性的 嗯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小鈴鐺 還想看更多建案的朋友 記得持續follow我們 我們是地產咪咪客 下回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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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來吧 謝謝 謝謝